我們今天看到華龍案 我們覺得相當的遺憾 而且非常痛心的 不管是華龍案還是國道收費員的自救會 我們現在要問說 你認為華龍自救會的這些員工 為什麼要對你說要求100%的代位求償 你覺得呢? 我覺得他們被激欠這個 之前費跟退休金他們要求100%的求償 這個是合理的 不是!他們不只是要求100%求償 他們是要求政府要100%的代位求償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代位求償要有法律的依據 那目前沒有這樣子的法律依據 你知道人家為什麼要對你要求100%的代位求償嗎? 我沒有問你有沒有法律依據 我不瞭解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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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並沒有辦法取得 政府沒有失職嗎? 所以我說 剛才我說這一部分就是我們法律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當時並沒有落實 對!所以我就要告訴你 這個就是為什麼華龍自救會一直不斷要求 政府要100%的完全的代位求償 因為政府應做為而不做為 而導致勞工 勞工的權力受損 勞工的棺材本養老金 全力都受損 你在10月20號透過新聞媒體表示 你不排斥跟自救會見面 但向來不再脅迫下談判 你說這不是把這個自救會當對手 而是希望在公平對等原則下溝通 部長我是覺得你的心理不用那麼脆弱 這些工人 這些走投無路工人 絕對沒有能力脅迫你 我也覺得我們將心比心 經過這麼漫長的絕望的 感覺被國家拋棄的 這樣子的一個長期的陳情跟抗爭之下 你也不應該要求這些工人 對待你們溫良工減讓 他們只能夠用他們的餘命 用他們的身體來呼喊 所以那個是走投無路者的呼喊跟求救 那個不是脅迫 報告委員他們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說法 就是這個華龍的這些工會的 這些自救會的這些勞工 我是全粹完全的同意 他們是非常的值得同情的 可是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有些就是用一些社運的這種手段 社運手段有什麼不好 我就是社運過來人啊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弱勢的勞工 我們當然都很願意去傾聽他們的聲音 但是你不是說每次幾量有兩